《習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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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2022年 我帶習慶園縣長去拜訪丁協助老師 丁協助老師就跟習慶園建議說 如果我們縣裡能夠有一個屬於我們縣的美術館的話 對我們的美術發展是非常重要的 他希望在他有生之年能夠看到台東美術館的成立 當時我記得習慶園長就非常爽快說 我一定來促成這件事情 2006年1月2號 台東美術館以現預算8350萬 完成了一期工程的簽約 2006年2月1號 我上任文化局局長 我很清楚 美術館是一項艱巨的任務 我必須完成三個目標 才有辦法使台東美術館順利的誕生和營運 第一必須在預算之內完成一期的工程 第二要向中央爭取二期的工程經費 第三要爭取府內和議會最大的支持以及民眾的認同 一期的工程因為有建設處的幫忙 大體上還算順利 二期的工程經費就困難重重 就在沒人沒錢 多數人抱持懷疑甚至反對的狀態下 2007年12月15日 台東美術館在僅市民人力編制下開館啟用了 同年12月28日我們完成了二期工程的法報 最辛苦的是什麼 是說服 要人家相信一個窮縣可以有美術館 而且它會是一座別具意義和特色的美術館 我們的這個建築物跟環境的融合度 我們一直在注意這一點 這個前面的這個是叫山海走 你要剛才來看的是 這一個是跟台中式的一個軸線 是一起的 那這個環境就是到那邊是海邊 那邊就是山邊 美術館一起最大的特色是那個弧形的屋頂 如果說是以山海來講 它比較像是山的一個空間 那我們二期就希望做比較流動性一點 動態性一點 像是海這樣的一個空間 那一起它大概主要完成的是一個 比較靜態的一個展示空間 一個黑盒子的空間 三哥跟台湖廳這兩個區塊 那到二期的時候我們就希望說 它是一個比較是可以跟縣民 跟文化跟整個生活結合在一起的 所以二期的館色的空間 相對於它就是一個比較活潑的 那我認為台東美術館 其實不管是在建築的形式上 在環境的形式上 包括在經營的理念上 從早期是一個在地的社區的美術館 變成晚期調整為辦當代藝術 環境藝術跟國際藝術的一個重要的窗口 台東美術館過往幾年 我們策劃了一個很有趣的展覽 這個系列的展覽叫 新台東人 新是用新的新 因為台東人環境太優美了 這幾年移居了很多台灣具有影響力 有國際觀點的這些藝術家 他們在活在台東 愛上台東 年在台東 為台東做很多的創作 那這一系列的藝術家 有熙慕容 蔣勳 賴淳淳 梁亦芬 江賢樂 那我相信未來全世界有更多的藝術家 會因為台東美術館 而移居台東 為台東做感動的創作 我希望把第一次比較完整的展覽 是以台東 我雖然不是每一次都有機會去看他們的展覽 但是每一次有時間我去看展覽 都覺得跟台灣其他美術館不一樣 因為最重要的是台東 研究明文化跟當代藝術結合起來 而且它可以辦很多其他美術館所不能做得到的 那我覺得這是很不一樣的地方 那我相信未來台東美術館一定會帶給我們更精彩的展覽 我想有台東縣 有池上香 我想不要怕這個島嶼沒有創作的生命力 熙慕容也跟我說 你知道我們最好的美術館其實在台東 那我完全了解 因為我來了以後進到那個展場的空間 我知道一個創作者多麼愛這個空間 因為他單純 能夠在台東美術館展出 可以說是我移居台東最大的願望 這個台東美術館做個領頭羊 好好的邀請一些比較知名的畫家 但是我也贊成 也可以給你們認為可以鼓勵的新秀 那個蓋得很好 東西不一定要大 好比較要緊 美術館不是要大 是要有影響力 所以從台東你可以看到台灣 所以那個美術館我想可以發生很好的能量 對我而言去台東美術館的經驗 如果這樣子 好像是成了一艘 宇宙船到一個 一個新世界 新的星球去冒險 但是這個星球去冒險 冒險的時候 得到的一個經驗是很新的 不管是當地或者是其他引進一些 特別是我覺得當地的藝術家 可能發表一些 可能比較我想說冷門的 或怎麼樣 或者是比較前衛的藝術 我覺得這方面是 我覺得是可以鼓勵的 讓我們的全民去享受這個文化的生活 讓我們的生活很有品質 這才是我們真正的真意 台東美術館是台東近20年來 最重要的藝術建設 在這裡我們提供了一個 良好的藝術空間 每一檔的展出 都經過精心的挑選跟策劃 我期待台東美術館 不僅成為藝術作品 最好的典藏、展出 以及辦理活動的空間 它更是台東最重要的 美學教育的基地 十年來 這些流行的 重要的 精彩的 長明的 大師的藝術作品 就像一場沒有菜單的盛宴 不停地上菜 我永遠都好奇 接下來我可以帶Baby 來看什麼呢 這是台東美術館 十歲生日 生日 快樂 是台東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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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帶來了 是台東美術館